第3節 我們繼續講講儀式 原來睡覺也有儀式 說遠一點 例如外國人女性喜歡穿絲質的衣服 令自己覺得舒服 你可以很快去想 她一穿絲質的衣服 就會覺得自己睡得很好 變成這個儀式 你究竟可以去做些什麼 令自己覺得自己睡得好 我們中國人或地球人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 有些人甚至會選擇洗澡 但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洗澡 令自己睡得好 因為很多人都是洗澡後 會醒醒很多 我想可能又有分 如果你是沖花灑 或是泡泡 浸浴缸 對 落兩朵花 浸浴缸 我也試過 但如果浸浴缸 浸完之後立即上水 抹乾 塗完霜 你就好睡 因為浸完之後人很睏 但如果花灑 沖完之後基本上很精神 因為水夠熱 會令到心跳的頻率 令到身體代謝 突然加快 很舒服 但如果浸完浴缸 然後還要多寫一個電郵 回答那一刻 就行不通了 OK 我們的儀式其實是來自 你有什麼令到在那一刻 跟睡覺搭通 和你日常的事 完全是近了 sidetrack OK 我剛才曾經說過 年輕人和女人家 是可以很不同的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你自己去 其實每個人的創作性 都可以很不同 有些人可能是 現在很流行的 可能拿一個重複 兩下 叮叮叮叮 你不要小看過一下 兩下 我們本身裡面 前面是一個很受暗示的文物 如果我們哪個暗示 持續這樣做 然後再做下一樣的東西 那樣東西就會混合 我會說回 這個暗示很短很快的說話 比如舉個例子 在以前 無論是少林寺 或是有什麼地方 你會看到 在高山的字眼 大多數會有很大的鐘 噹噹噹聲 其實那些鐘聲 就是給整個山區的和尚聽 你要做些什麼 例如當一下 我就是吃飯了 當兩下就是九鐘回來了 或者當三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暗示 來的 那至於我們睡覺 其實就是我們都要創造一個 恆常性的暗示 那就可以令到我們 很清楚給裡面 知道到 這個時候 老闆要做些什麼 原來就是要睡覺 那變得 會比你現在 可能沒有的儀式的時候 會好很多 那就是儀式包括 例如是 可能洗一個方法 有方法 有精油的 bath 或者是用一個拼 這樣敲兩下 就是program自己 聽到就會睡覺 聽到就會睡覺 這樣 這樣 現在在這裡 當出賣我姐姐 我姐姐很特別 我姐姐很喜歡 我出賣你姐姐很厲害 轉過枕頭 轉過枕頭的角 她一邊轉一轉 她就開始眼睛睡覺 她就睡覺了 她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她現在大了 有沒有改變 這個 例如舉一個例子 你可以簡單到那個儀式 例如抱公仔也可以 但問題傳來就是 你要知道 你抱過公仔之後 你就要睡覺 你不是抱著公仔 在家裡走來走去 要不然這樣 那個暗示就會 拿一個不夠體驗 你要去創造一個 關於你自己 睡覺之前的儀式 我講一下老人家 其實老人家 他們說自己的睡眠質素是差 當然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過了年老的時候 我們的睡眠質素 在心理上的 那個 心理學的統計 或者心理學的統計都好 我們過了五十歲之後 過了五十五歲之後 我們慢慢步入老年期之後 我們的睡眠質素 才會越來越差 那因為 我這麼想叫老的了 在心理學 那他會這樣 去界定某個期數 總之五十五歲是一個 一個線 過了之後 就開始有這個現象 對 開始慢慢步入青春 老年期 有沒有聽到 我有一次見到 不知道工聯 或什麼地方 有些叫做長者的課程 然後他說 長者課程是很便宜的 譬如你學電腦 學唱大戲 或者寫中學詞 我想 長者 叫媽媽去學也好 然後我看看 他說 只要你是五十五歲或以上 蛤? 五十五歲要長者嗎? 那長者不是六十五歲 才拿到長者卡 才會長者嗎? 在心理學裡面 五十五歲已經開始 步入了這個成年期 老人的成年期 哦 但是還是很青春的 青春的老年性 因為他由五十五又度到 又六十五又另外一個心態 七十五又另外一個心態 那如果再 突然說了三十五歲 說了兩句就算了 OK 他每隔兩年就跳一跳 即是我們自己本身 即使跳標這樣 兩年就跳兩年 因為我去讀的時候 讀這個心理學的時候 我都要讀這些 每隔兩年 即他會覺得 十六歲的人和十八歲的人 其實思想是很大的分別的 十八和二十又會有不同的分別 所以大家當時的需求都會有不同 那很細緻地讀的時候 其實都是好的 我認識到一些朋友 十年前認識他也是這樣 五年前再見他也是這樣 到今時今日都是這麼幼稚的 那不是他剛剛跟你碰在一起的時候 即是他們不是兩年跳標 他可能是十二年才跳標 十二年才跳標 那就是這個儀式 你自己去創造你的儀式 當然 譬如喝鮮奶 我在上次4月7日有廣告 都說過 也是一個儀式 但是喝鮮奶就是 你有沒有聽過 喝鮮奶就覺得好 有人敢說 煲奶 是因為什麼奶公司說的 對 但外國人沒有喜歡這套 有時候睡前喝一杯熱奶 熱奶 或是要點巧克力 加快餅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裡面有可可 是有提神作用的 對 那麼 教養這個當然不用說 其實是 有些鬼女生的文献 鬼龍 不好意思 外國人的文献 其實在睡前六個小時 都不會有任何咖啡因 咖啡因 紅茶那類的 對 我聽過有些人 如果 怎麼說 我聽過有些國安 就是他睡不到 那些人問 你有沒有喝茶 沒有啊 其實三點過後就沒有了 那樣 原來有些人 是過了下午 特別是老人家 我不知道幾歲 如果你說 55歲已經是就陰空 那就是 有些人是敏感到 如果過了12點 再喝茶 或者是中國茶 或者是紅茶 或者是咖啡 都已經發覺 對 對這些人來說 可能會試一件事 就是 你將喝咖啡 或者喝茶的時間 調到最近 12點中午後 就已經不可以喝 甚至最好 不要喝 那你試一下自己的睡覺 那先說回老人家的儀式 因為 其實還有很多很特別的 這是一個經驗 或者有些醫生都跟我分享 老人家呢 一到黃昏的時候 他們呢 會 會習慣了 不要開那麼多燈 浪費電 OK 那變成呢 他由黃昏開始 一路只開小小小的燈 一路一路直到 他晚上可能 都早睡 八點多睡 九點多睡 或者最多是十點多 老人家會是這樣 OK 但他整晚都會燈火的時候 當你吃光燈的時候 其實身體不知道是否真的睡覺 所以其實會令他覺得更加差 更加難的臉 所以呢 我會去講說 最好 在你打算 例如你 中位數 九點半睡 你就最好是怎樣呢 九點十五分 或者是再少少 早少到九點鐘 先把整間屋的燈 先把整間屋的燈開光 哦 是 開光 是開光 九點或者九點十五分 把整間屋的燈開光 到你真的能睡了 你就把所有燈都關掉 好 你就進行了儀式的時候 你就知道 哦 剛才是開光的 現在一完全關掉 就是要睡覺了 這個就是屬於老人家 大部分應該可以應用得很好的儀式 就不要妨礙以前這樣 由頭到尾都很燙火 那你變成 晚上你根本毫無儀式可言的時候 你睡下去 質素又差 各樣 當我們的身體儀式 啟動得漂亮的時候 他又知道什麼時候要睡覺的時候 那個體格色素 開始出現的時候 那個睡覺的質素 會越來越快 也會越來越好 哦 那你自己有沒有睡覺的儀式 還是你自己本身是容易睡著的 睡得好嗎 我是很容易睡著的 包括我太太也會說我是中間睡得著的 嗯 真的難嗎 因為我 我很 可能我首先第一件事 我是一位出現師 即是你從小到大就是這樣的 不是 我是近些幾年 近些八年裡面 控制下這個 我問你就是 你本身是睡覺質素很好 一直都很好 還是你本身睡覺質素都是不好 而你是自己去挑戰到你睡了為止 我是以前睡醒之後 我每天都溫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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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整天都會很想睡覺 很想睡冷覺 很想做很多這些關於睡覺的事情 一坐巴士又想睡 但現在就很少很少出現了 我也是 我以為是不夠營養 我還打算去找一些營養品來補充一下 嗯 那其實 我剛才聽你說到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睡覺的多時數有影響 是 你睡7個小時 像你說的 你是睡6個小時三個小時 很明顯 我沒找到我自己睡覺的那個場 是 大約有個想法 就應該是7個小時 是 然後 然後就是 你的 Ritual 就是你的儀式 是 是 那還有是 做什麼 還有?沒有了 沒有了 是 OK 當然了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講這些 比較技術性這樣說 這些全部都是叫做原發性的 就是這些全部都是有因由有壓力 可能是儀式做得不好 或者是一些生活節奏上的問題 或者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那給你 你是因為找到你的睡覺那個時數 是6、6、6、3個小時 還是說 你自己 因為你研究這件事 是 那你做了些什麼 以至到你現在睡了這個鐘之後 你就全天都很精神 那你是不是用這個營養補充品 這樣 沒有啊 那我找到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省錢 不用吃了 可以這樣說 那說回剛剛剛才那個話題 就是 為什麼突然這樣說 這些全部都是找到有因由的 那在失眠裡面呢 其實最嚴重來到要做治療的那批人呢 多數其實他們都是沒有因由可言的 可能是裡面自己本身的遺傳性 或者裡面曾經發生過一些 我講過一些幾嚴重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沒有處理到 但是其實已經經歷過了 但是也慢慢地爆出來 我可以講兩個 就是我講其中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其實兩個都特別的 有一個是一個管理員來的 為什麼會突然說管理員呢 OK 他不是管理員 他本來是沒有失眠的 但是呢 他直到有一陣子 突然失眠得很嚴重 很嚴重 OK 那後來他經過朋友的介紹 來找我做治療 那我就帶他出面狀態去玩 其實我已經教了剛才那些 關於要做我們講的原法性 就是有找不到原因的方法 但是都完全跟他做不到 那沒有啦 那經過三次之後 就立心全心跟他做催眠 看看他究竟裡面 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然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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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什麼呢 原來呢 找得到 他小時候被人欺凌過 他在大要讀六年級的時候 被很多同學 整個六年級被人打 被人欺凱 那其實同一個生活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對啦 你這麼久以前發生的事 對 那也是沒有問題 為什麼無緣無緣無故 我找到最初都很遇到 很遇到 那後來直至問他 那你究竟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一個人之間 在很平穩的生活中 突然出現很大的狀況 一定是有一些的激活了他 以前一些不好的記憶 令到他現在的防禦機就是啟動 OK 那後來去找 那我問你 你身邊現在有什麼事變動了 就是不停地問 問問問問問 問了一大輪之後 然後後來問了 沒有啊 管理員的管理公司換了 喔 管理公司換了 那衣服有沒有顏色不同 有啊 那後來問他 為什麼顏色不同 以前是米黃色的 現在新的那隻就是淺藍色的 那後來真的帶回到外面狀態呢 他剛剛六年班 就是穿那隻顏色的衣服 就是被那些人欺凌過 喔 他剛剛換了那些管理員之後 換了顏色的衣服之後 其實他又說過 我告訴他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 我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特別見 為什麼對換管理公司這班人呢 會特別 其實他以前都沒有 不知為什麼 就是他覺得跟那些阿姐阿爸 或者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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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換了那些班 他特別不喜歡 啊 後來那個過程裡面 又被他做處理呢 後來發現原來是這個問題之後呢 哇 這麼有趣啊 哇 你真的撞得很幸運 都可以在... 都... 其實... 在外面裡面 已經處理了某個部分 是 然後再加上現在 究竟為什麼 是什麼機會 他的時候呢 就會找得特別一點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 竟然是原來換了那個制服 是 令到他睡不到 是 對 那這個是... 順頭我瓜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多數都是... 各個案子告訴我 譬如他突然間 身體的曾經症狀 會不會有問題 可能是... 手折啊 或者甚至是... 強迫要做某些事情 其實多數都是生活裡面 有些事情激活了他 但究竟他找不到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是以前的... 只是睡兩個小時而已 那... 經常都... 難聽說 好像鬼一樣 已經這樣 即是他上來找我 九年了 九年了 九年報死 那... 那... 鬼也算了 開頭的時候 我自己多數的做法 其實我未必一定帶他去做催眠 如果可以... 先... 不... 可以治標的話 就先治標 因為... 現代行為心理學講得很對 我們現在新的行為 其實可以盯上舊的行為 只要我們一直在走新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一個好好的生活 我想我們不夠時間講蟑螂了 不如你先講這個個案 好 那... 他上來找我 到最後經歷過兩次的事 都發現到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 最後跟他不如我們嘗試到外面去尋找究竟什麼事 很幸運地在一次裡面就已經找到 那... 他那個夢呢 其實他... 在九年裡面經常常有一個夢呢 經常纏繞他的 就是有一隻女鬼 不停地去... 追他 追他 而他每一次要經過一道一道的防衣門 他是垂直的 過一道防衣門 他又過... 一起過我過他又過我過他又過 他多數都是嚇醒的 然後在這次裡面呢 我帶回他的夢裡面 我將整個夢境裡面完全做了定格 停了在這裡 你... 就是這樣停了在這裡 對...停了在這裡 那隻女鬼現在就在防衣門後面 我說你現在直接去問那隻女鬼 究竟... 你找我發生什麼事 那一開始他都很害怕的 他其實不太願意去轉頭 那樣... 但是我說我一直陪著你 我們大家給無限的信心去處理這件事 因為前面色 只要你說一些其實有著數 或者有偶的說話 他會很願意去轉頭 OK 那...前面色那個功能 其實是來自幫我們人類的 這個可以打我 他會在前面講 對我們講多一點OK 然後我給他去做這個... 他大膽了 轉頭 然後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經常追著我啊 你經常...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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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大家沒有前途啊 你又搞到我睡得不好 這樣 但是他說 他在那個... 那個過程裡面 他慢慢跟我說 他說... 慢慢他開始哭 我問你為什麼哭 他說... 我知道為什麼他追我了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 他原來不是鬼來的 他原來是我的媽媽 他說... 我原來是你媽媽 你媽媽有什麼話跟你說 他說... 原來不是媽媽有什麼話跟你說 原來我是有話要跟媽媽說 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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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未知道為什麼 但是... 我給他機會去跟媽媽說啊 大家甚至互相擁抱啊 有什麼原諒啊 各樣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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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她媽媽過了 但我沒想到那些東西答得這麼準 我也有問過她 我問她對你媽媽會不會是 其實有些醫療 沒有啊沒有啊 我們當時大家一起去送她走的 OK的好沒有問題 但其實原來前衣室裡面 她認為有一些部分是未處理 她就需要她去做處理 那真的很神奇 給我那種感覺 下個星期她再來做問診 再回診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 我今個星期開始已經睡到6個小時以上 差不多之後 她說自己也覺得很大的鼓舞 各樣的 那在這個位置裡面 證明了 事實有一些失眠的問題 並非一定是來自我們的生活 所有的影響 可能是以前一些未處理的事 可以的 例如剛才說的幾個案 例如媽媽本身有個陽智的小朋友 然後接著你那個看間的那個阿叔 就換了制服 然後接著這位女士就慢慢躺躺室前 才會有問題 是是是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但是我當我很自大 或者社會都現在幫忙 你去現在的防疫衛生局 或者我們的醫管局 或者怎樣都好 當你在說失眠 其實他們很大機會都會叫你 你去找催眠師 你去找一群催眠老 我這樣叫而已 是嗎? 因為他們都開始明白到 其實無論任何一個問題 只要進入那個療療 催眠老 你這麼難說的 我這樣叫而已 那當說 只要這樣說 因為他們都不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做出很大的讓步了 因為 我也是啊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在近兩三年裡面 好像上次TodaChange也說過 其實近幾年 在Sakai那方面 都已經很明白到 我們的身體的症狀 其實有很大機會 而來自我們的心理 而來自我們的心理 如果我們有方法 真的要倒入我們熱面 耐癒前面 其實處理是很容易的 我呢 就 可能做過Penosis沒有呢 不太記得 我做過一些催眠治療的 是 就是那些前世今生 那樣的 是 那樣的 我猜你看不到 但是我做 這些我少做 但是我做打坐冥想 我做很多 是 是 做打坐冥想 有很多好處就是 其實很多我們需要的資料 甚至 答案 是有在這裡的 講傳統 對 而那些答案 或者那些方向 是準到無論 如果你懂得做打坐冥想 或者甚至乎瑜伽氣功 全部都是同一個渠道來的 不過呢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存在的是 你問題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立即可以打坐 氣功造成領想 立即搞定呢 不可以 但是我們幸運在的是 你如果找一群 懂得催眠的人 他們就可以立即可以幫你做這個處理 其實我覺得我們和其他 所有古人留下來的治療 性心理的方法 最大分別就是 我可以幫到你 但是你也可以幫你自己 但是你那個要 很難的 我們這樣坐在那裡 我就打坐打二十幾年了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那些朋友經常說 你為什麼經常聽到什麼 拿了聲音啊 又說收到天啟 因為22年啊 老闆 22年 還有最近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他說 那我經常都打坐 為什麼你經常說 你什麼收到 聽到落了聲音啊 又這又落了 第一位觀眾 要知道 我在靈恩教會很久了 我是9年 在靈恩教派 12年了 我們要好訓練去聽 什麼聽神的聲音 內在聲音的 所以你聽不到 不要覺得奇怪 第二 我說我頭兩年 坐打坐 是完全什麼都聽不到的 然後跟著 由零開始 即是打坐要學的 然後我發現 不行了 坐兩年 我也算好 坐兩年 然後跟著我就去找那些 外國人 所以香港人找不到 當時 找那些外國人 就跟他們做了 Guided Meditation 即是說 他用把聲音跟著你 你看你進入什麼 你看你進入什麼 你看你有光 現在你看你腳 你穿什麼鞋子 那些 你最初是要用這些方法 然後再用不同的方法 到22年後的今天 我就可以 好像你說的 有些什麼 打坐了 或者在廁所 或者在地址都可以 閉上眼就走 但是一般人的話 請你們去找催眠師 去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聽不到是應該的 我那個很簡短很快的方法就是 我們一般人 講的腦的運用率 其實普方的照明 是少於3% 但是如果你長期處於一個 很通靈 或者一個很Hyper 很高的狀態的時候 你可以增加多大約2% 可以跟裡面多2%的溝通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我們以前 很多祖先為留下來的技法 或者幫忙的聲音 大家是共通的 那如果你習慣到就可以了 那其實那個個案來到的時候 所以我不知錯過的 我只是開多2%的聲音 就是用美自己本身有資源 去幫助你做處理 對 所以真的 其實如果大家想幫到自己的話 你要找他 不要找我 因為我幫了你的 多謝 因為我沒辦法給22年給你 是嗎 又是那句 每一次我做訪問 都是發覺 去到最後那一部分 最後那5分鐘 好像才是節目的開始 對 幸好我們今天會拍兩集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聊下去 那好 那好多謝Mexe 接受了訪問 那我們就說到這裡 那拜拜啦 拜拜 拜拜 發覺 你是我 發覺 你的 發覺 你好 發覺 你 告訴 發覺 你 發覺 你 感谢观看